嘿喲 聊世紀 天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印加人 事實上比賽是天梯的宇室隔絕 那宇室隔絕呢 田虹熊這次選擇的文明是義大利人 有可能是隨機到的 那義大利人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文明 他擁有大落馬的文明 而且勒納爾弩守 工兵步兵騎兵全線都可以用 步兵有傭兵可以使用 那他的工兵路線呢 也有槍三級射 拇指環 勒納爾弩守 該有的都有 衝車部分雖然沒有大衝車 但是他還有這個火炮 而且火槍的費用非常便宜 所以整體玩起來 義大利人是科技性很相當充足的文明 並不會有那種 會有經濟上 並不會有那種科技上不足問題 但機器上來說呢 他是比較弱勢一點的 因為他只有這個升級時的減免 並沒有其他任何經濟加成 這一點在於是隔絕裡 可能會被一些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被滾雪球的可能性 那接下來看一下印加人 那印加人這個文明的特色呢 是他的所有的軍事單位的食物漏量 非常的少 那他可以利用這個效果呢 前期產出大量老鷹 甚至打一個黑棒棒 或是槍矛作戰策略 都是很適合印加人的 那印加人呢 他的石頭的食料費用也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這種槍矛 配上塔弓的路線 那這個算是比較特殊打法 不是常規的戰術 所以viper也不一定會拿出來用 那印加人後期的組成呢 還有這個投石手可以用 投石手可以打傭兵 對步兵額外增殺 這個額外增傷效果 那他的老鷹也是遠防最高的老鷹 可以高達10點 所以印加人的後期呢 是不太害怕箭矢單位的 那步兵也不怕 那他只怕呢 就是強力的騎兵單位了 雖然他也有騎兵喔 但是他要出騎兵來防守的話 這個效率就會很差 那還是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食物消耗的部分 是他的最大力氣 好 那我們的台灣職業選手 天空熊遇到了世界冠軍 viper 算是很少見的一場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打吧 那我們這一場來看一下viper好了 viper這邊的印加 感覺還不錯 而且他前期的水牛 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肉絲碗 應該是有2000多肉了 直層一定沒問題 天空熊這邊也是有推肉的 那這邊補了一個果汁 兩邊補果汁的時間其實差不多 當然viper這邊是很標準的 是用這個打阿拉伯那種感覺的 把這個果汁第一時間補滿 那天空熊這邊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並沒有第一時間去把果汁給補慢 因為他這邊推路 推的比較多一點 那viper這邊呢是 有推路嗎 看一下 還好像是把路推完了是不是 哇 這麼早就把路推完了 哈哈 難怪他吃果汁時間算蠻早的 好 天空熊這邊是中午出發的 弱馬 那viper這邊的老鷹 已經在上面繞來繞去 這已經現在在觀察天空熊 他家裡的地形 好 這邊下來看一下 唉唷 這邊看到軍營囉 那軍營的話 viper應該是有可能直接軌轉 再下一個射箭場 因為這個時間點打棒棒已經是太可能了 因為你現在這個打棒棒被擋住的幾率是高達87% 不能再多的那種 所以viper也不會選擇這種勝率低的打法 射率高的打法還是比較優秀的 好 那上方viper的對手 天空熊也是補了射箭場 兩邊都是一個射箭場開局 那天空熊呢 這邊也有轉這個馬舅 那如果天空熊這麼早期 就去轉出射箭場的話 那這張地圖不是阿拉伯 所以不會有我們平常在看阿拉伯的那種 你先太早下射箭場 就會有這個 農田太晚下 造成你升城堡時代的一個 落後問題 好 天空熊這邊三隻肉馬 直接擊殺掉一隻村民 沒有問題 好 這裡一村可能又拿掉了 天空熊這裡打得很好 收掉了viper三村 天空熊開局秒殺viper三村 你敢信秒殺世界冠軍三村 封建時代 太無情了 我剛剛想說 這三村viper是沒有要跑的意思嗎 他真的不跑 他就是拿著拳套 就是跟天空熊的肉馬一陣爆打 好 那天空熊這邊呢 是直接轉出了毛兵防守 槍兵很多喔 所以其實這個肉馬回家也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繼續騷擾我是覺得可以的 那對方家裡也是轉出了槍兵 這方面還是要小心一點 天空熊家裡防守很簡單 趕快補一個兵工場 然後點下一集射 毛兵繼續按 維持在八隻到十隻左右的數量 就可以繼續防守 那當然喔 你可以按個六隻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天空熊應該是有偵察到 這裡有更多的毛兵過來 所以這邊至少要保留到十隻 甚至八隻左右的這個毛兵喔 會比較安全一點 欸 天空熊是沒有偵察到嗎 停了這個毛兵 有有有 還是有繼續補 這個毛兵不能停喔 這個停了好像會爆炸 這個有點有點多了 六隻毛兵 配上六隻槍兵 這一隻肉馬被戳到 天空熊想要嘗試再用自己的肉馬 去抓掉viper的說明 大家看起來有點困難 viper這邊也是早早就補下了農田 雖然水牛還在吃 但還是先補農田 天空熊這邊策略 則是先行趕快把這些水牛 吃乾抹盡 然後再下農田的一個想法 那兩邊的肉類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太明顯的差異 那天空熊這邊是補了比較多的水牛 而且一級色也補下了 所以照理來說 天空熊這邊是暫時領先 那我們來看一下統計 這邊經濟方面 果然是天空熊食物上有一點點的小小優勢 水牛吃的比較快 但viper這邊其他資源 並沒有落後太多 就可以看得出來 viper這邊即使前期死了山村 大概是有一點優勢在的 這個資源量居然沒有輸給 天空熊也是蠻神奇的 好那這邊viper決定 這一坨兵沒有就需要前壓了 好那這裡毛兵 來到了八隻就停了 OK標準的八隻 八到十隻 六八十 這樣記就好了 好對方也是直接轉了一個 四敵 等等就要來靠這個買賣 上去一下 或者是 待會經濟要調節 因為這邊大爆挖黃金 還沒有決定要出什麼冰種 其實先挖黃金出來是比較好調整經濟的 那目前看起來 映加城堡時代打的東西 還是比較偏向於打老鷹這個單位 好這裡有落蛋村民 這裡肉馬直接爆打一波 槍兵趕快立即上前防守 好被viper的毛兵給推了回來 那這邊天空熊趕快去攻擊追逐的槍兵 槍兵若是能解完 後方的毛兵也可以輕鬆解決 結果直接被毛兵收掉了兩隻殘血的肉馬 槍兵加上老鷹直接貼了上去 一陣輸出 後方兩隻槍兵也戳到了肉馬 我的天 天空熊 這一波有點爆炸 你要確定耶 天空熊 這個要退了吧 回頭換一些毛兵還行 但是 但是 這個不能 槍兵先打 離開了 先打槍兵 我們要先打槍兵 回頭先打後方的毛兵 槍兵要不要先解決 解決了 肉馬可以上全了 這時候肉馬可以上前 有點小小的難打 因為對方的老鷹也是第一時間收掉殘血的刺猴 但最後肉馬還是打贏了 可以稍微反擊回去 但這個肉馬血量也剩所剩不多 所以可能換個一隻毛兵就是極限了 三滴 兩滴 一滴 可以 瘦掉 OK 兩邊風氣時代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天空熊這邊是直接補了一個馬臼 雙馬臼 準備要來爆騎士 而且還先點了一個品種 後面也補了一個修道院 那修道院對於擋老鷹來說 並不是非常好用 因為本身老鷹是有抗招響能力的 所以城堡時代的老鷹果 是很難擋住他的老鷹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少了一個手段 可以有效克制對方的刺猴 這個鷹刺猴 那到了鷹勇士之後呢 他的傷害又會再提升一點點 所以會有點難打 那以一般的騎士體質來說 是可以輕易跟老鷹一對一單挑的 那只要老鷹數量一多的話 就很容易被群偶 就會不太舒服 好 天皇熊這裡補下了一擊馬鎧 不是馬鎧 這個跟蹤技術才對 剛想...欸? 對啊 沒有馬鎧 好 這邊騎士應該也是小打小鬧 好 硬家這邊應該要轉出生女囉 可以撿生物順便去招一下 這邊有尊重技術喔 可以追這老鷹打 這一波反打回去天皇熊 好像沒有要回頭的意思 一直砍一直爽 砍了五隻老鷹 很賺阿 OK 稍微招翔逼退天皇熊 然後把生物撿回掐 看起來天皇熊這裡打的節奏還算不錯喔 並沒有太落後於對手 Viper這邊 當然Viper這邊呢 已經順利開出了3TC喔 而且史物的肉量還在繼續補上去 甚至可以繼續補更多老鷹出來 來到了10隻的老鷹喔 下方的生女被騎士給收掉 這隻Viper後方有天皇熊騎士過來騷擾 好 家裡的修道院還沒有產出新的生女 好 這裡再打個一下 看起來不會傷到任何東西 那 老鷹在家裡 還有這個槍兵 好 這時候天皇熊換他推進了 用這一波的軍力給Viper更納得阿Z 好 把這個生物給撿了回去 這時候3TC終於開了下去了 村民樹已經開始落後囉 天皇熊熊這邊村民樹 落後村民快要來到了20村了 這個數量有點多囉 好 這裡回頭打個一下 把這邊老鷹收掉可以嗎 沒有辦法 拉走 把天皇熊這裡 血量有點殘喔 這個騎士不要再繼續練戰比較好 趕快回來生女這邊補個血量 把血量拉起來喔 再繼續打會更好 這邊直接分個兩隊 殘血了就回家 這個地方前線補血 然後再用滿血的騎士去交換老鷹 這邊應該會被招待要一直騎士 果然騎士被招惱 但生日也爆開了 MIP又多補了一個軍營 看來是很尊重天皇熊的騎士數量 哇 結果那隻蓋軍營的村民又有被收掉 天皇熊這邊直接擊殺了五村 哇 本來前期三村領先 現在已經落後到了17村阿 天皇熊這裡殺了這麼多村民 夜鷹反而沒有做到太大的戰果的感覺 所以進攻為什麼總是比防守還要更困難 就是這個原因喔 防守成本太低了 很容易就會拿到經濟優勢 好 這邊老夜鷹把騎士繼續逼退 後面又來了一坨騎士過來 來 生日沒有辦法出場了 已經被壓在了修道運面前 英雄追撥爆打 其實打到了很多東西喔 村民樹開始慢慢往下掉 死傷來到了八隻村民 好 這裡有兩隻僧侶 應該也不要招了吧 直接幫騎士補個血 但是 Viper第一時間用自己的老鷹收掉兩隻僧侶 好 Viper這時候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好 天空熊看到 Viper這邊有非常多的老鷹 直接鬼轉了常見兵 復衛技術也補下了 天空熊看到 Viper這邊有非常多的老鷹 直接鬼轉了常見兵 復衛技術也補下了 我還是入獲十五村左右 補下了一級的步兵牌架 好 這一波可能會交戰起來喔 天空熊已經來到了八隻常見兵 剛才在努力集結當中 但突然開打起來 Viper右側有二十一隻老鷹 六隻常槍兵 旁邊大戰一觸即發 天空熊這裡是還沒有點下二攻 但是 Viper的二攻已經點好了 攻擊大魚防禦力 進戰復打的時候 這個細節 Viper還是做得很好 直接尻爛 你就算常見兵 我還是用老鷹跟你互吃 直接吃掉 Viper這邊細節打的還是更好一點 那天空熊這邊是轉兵轉的 有點頭破的血流 雖然他轉兵是正確的選擇 但經濟上已經被 被Viper給拉開了 Viper點下電用stat 然後目前是三TC繼續農 並沒有開下第四個神聖中心嗎 好 結果上帝王要回轉打這個 頭獅手嗎 好 Maiper有這個想法喔 頭獅手開始量產出來了 那頭獅手他也是吃肉單位喔 所以讓印加的這個食物減免效果能力喔 讓頭獅手也是過得非常舒服 哇 結果這邊常見兵 還是弄到了Viper一點 緊緊 天空熊都會補下帝王磁帶 喔沒有 天下的手推車 我剛剛想說 哇 這裡不趕快買賣上去點帝王 可能會爆炸 看起來是要爆炸 剛剛騎士出很多了 然後又鬼轉常見兵 肉消耗太多了 但還是有做到一點事情了 也不到完全沒做到事情 好 Maiper家裡的槍兵 稍微擋下見兵的部分 好 天空熊這時候才補下帝王時代 好 Maiper這裡也補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印加打義大利 可以預見的是帝王時代的天空熊 可能會鬼轉一波 傭兵 當然他這邊在補馬舅 所以應該不是打傭兵了 而是打這個騎士 或是打大洛馬 這兩個選項而已 那以單純打大洛馬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打傭兵其實算是偏難打的 因為傭兵本來就是 因為畢竟老鷹是個黃金兵的關係 所以他體質是優於肉馬的 所以天空熊這邊城堡三 應該是會轉重裝騎士 稍微夾住反擊 會比較OK一些 而且如果是打騎士的話 會有那麼主動權 不太會有那種 一直被鴨子打的問題 追著跑 好 好 天空熊身到地獄是帶來補下的重裝騎士 還有三級馬鎧 另加Viper是點下了三攻 還有級兵的升級 OK 優先升了防護力之後 然後補下了古風爐 好 化水也補上 級兵也點下了 這個升級相當快啊 好 Viper的巨型投擲機 開始往前架起來 天空熊這邊也是補下了三攻 好這邊巨型投擲機 第一時間被拆掉了 後方的投擲手 完全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擋住重裝騎士 對於重裝騎士圖尾德相當成功 但是遇到級兵的轉型 天空熊這裡能夾得住嗎 好 這裡下方也有少量的傭兵 傭兵打這裡 槍兵非常好打 果然遇到了槍兵問題 現在天空熊 是稍微有點 傭兵遇到了槍兵 傭兵還是有點優勢的 Viper這邊還是要轉一些投擲手出來打傭兵 很靠近喔 那邊不是當成功 個裝弄的 那個就可以了 好可憐 好可憐 你看 還跑 好 那Vipe這邊也是有少量老鷹在家裡飛來飛去 千尾熊這邊直接鬼轉大陸馬 右邊的槍兵陣配上投擲手 投擲手瘋狂對著傭兵一陣輸出 但是坦住了非常多的傷害 疾病數量開始慢慢變少 但是後方的騎士也是往後衝鋒 直攻後方的投擲手 拆掉了工程器單位 然後轉了一波兵力 好下方的兵力全部吃乾淨了 哇這邊重重其次有點厲害啊 好這龍熊這邊稍微往回拉一下 三台巨頭放在家裡 拆了這根城堡之後就沒有再有其他動作 農鐵裡面補了一根堡 Vipe這邊一直有少量的老鷹在燒了 好三台巨頭終於往前架 但前方還是傭兵搭配騎士的組合 有點麻煩 只出槍兵的話是打不贏的 那你出傭兵的話也 你出英勇老鷹的話也打不贏對方的傭兵 也打不贏對方的僧侶 打不贏對方騎士才對 所以這邊投擲手的比例跟僧侶可能要再多一點 然後老鷹的話可以考慮不出直轉槍兵 甚至直接鬼轉強弩 都是可以想到的一個方案 好這邊第一時間老鷹後面想去抓掉巨型投擲機 但是沒有抓掉 Vipe後方的城堡差一點 血量就要被歸零 但是有點夾住狀態 但我覺得是夾不住 因為巨型投擲機的山很高 這裡至少要十幾村才能修得回來 村民數太少是不可能修得回來的 血量又來到了非常非常的極限 左邊還最後要是再架起來 Vipe這根城堡應該就沒了 但天空九這邊手術有點靠在盛來 好這邊槍兵再把傭兵跟騎士給逼退回去 把投擲手這邊直接輸出 讓靠近的傭兵直接被爆打一波 好槍兵直接硬戳 看起來是戳不太贏傭兵 但後方的投擲手傷害實在太優秀 丟掉了 丟爆了很多 傭兵的血量 哇 Vipe這波大獲全勝 好 那現在天空熊升級大陸買完之後 也還在慢慢開出自己的新的城鎮中心 好到處開 但這邊不是為了要充人口 而是要來充這個黃金料 但其實要控人口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自己拆掉能拆掉就好 好這時候Vipe點下了 金銳槍隊長 金銳槍隊長 步兵騎兵都能打 雖然他對騎兵的額外增傷 並沒有那麼多 但還是可以值得用的 畢竟連傭兵都能打的 但這個槍隊長的數量要多起來才會好用 好投資手槍一發一個 OK巨型投資機 直接硬拆後方 城堡 城堡血量掉的很慢 這個血量有掉跟沒掉一樣 哇 最後城堡也失掉了 看起來投資手已經打贏了 Vipe這一波的槍兵配老鷹 還有槍隊長打的天雄措手不及 天雄雄有一波傭兵在後面 但是也被Vipe看在眼裡 欸我剛剛是說有打跟沒打一樣嗎 有修跟沒修一樣 因為他根本沒修 哈哈哈哈 醉了醉了醉了 好 那傭兵這邊直接被投資手收光 看起來Vipe這一波的槍隊長搭配非常肯 什麼都出 槍隊長 老鷹 擊兵 投資手 好 硬家的四大神器全都出了 這個四個東西是硬家的最猛組合 然後再搭配中頭阿 繼續投阿繼續推喔 效果都還算不錯的 OK天雄雄看到這裡 還有機會打的姨媽 中間有補一根箭塔 也沒有辦法伐木 現在伐木的村民已經被逼到了左側的位置 左側的位置只要被空下來的話就要斷木 斷木的話就要直接GG了 這一波天雄雄想要再使用傭兵加騎士這邊直接一個四面包夾戰術 但這邊直接傭兵硬扛 砍掉了一些投資手 投資手損失的數量非常快速 陳吉斯在後面追逐 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還在殘血當中想要架起來 但是一台被收掉 第二台巨型投資機也被打掉 但是投資手的數量還有13隻 這邊傭兵全部數量直接倒地 重裝騎士還在亂串 但是每一亂串都會被槍隊長跟疾兵戳到滿身窗椅 直接搭出了 GG 哇這個瞬間GG 這個沒有辦法 哇天雄雄這一波包夾騎士已經包的算蠻漂亮 中間的這些傭兵也確實有打到投資手 但還是沒有辦法打完所有的投資手的數量 並且後面還有槍隊長可以補傷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拿到了8萬1的資源勝利 而且還有實務單位減免 天雄雄這邊只有7萬2的資源 果然義大利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經濟也不是很好 軍事方面兩邊都是拿到了1點左右的KD 還算不錯 那這場比賽呢我覺得是相當值得看的一場 這個硬家呢要怎麼打這個一般的馬國 那最簡單方式還是轉這個級兵喔 跟老鷹 那兩個都轉出來之後對方轉步兵怎麼辦呢 那你就轉投資手 那轉投資手對方轉出步兵單位或是工兵單位 敲你的所有的單位怎麼辦呢 那你就轉戰馬 或是轉老鷹繼續反刺喔 也就可以了 所以硬家為什麼在阿拉伯會這麼強 就是因為他的轉兵喔 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可以隨時反刺 升級完之後東西喔 都可以立即轉出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這個狀況 資源狀況分佈 那這邊可以看到天雄雄這邊的經濟喔 是只剩下這塊金礦了 右邊這裡沒有辦法繼續踩下來的話 這個金也是百搭 這根城堡馬上就被拆掉了 完全沒有修 剛剛如果有修一下說不定可以假 但是天雄雄並沒有打算要假的意思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